千華 做了幾年的佐賀大使 是不是覺得很有意義 其實今年應該是第四年 然後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因為我自己去探訪過幾次 他們義工們的一些工作的狀況 我知道他們都是行教處裡面工作 然後他們是自願的義工 他們是沒有行政的費用去收的那種 然後每一次的捐款都是傳輸 就是捐給那些小朋友去蓋學校 不只是這樣子 還有在香港也是幫一些有 將外學習的小朋友 讓他們有一個方便一點的環境去上學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有意思 近年有沒有去過山區探訪的嗎 最近其實也比較多 不只是好像上次四川地震以後 其實很多地方都是在重建當中 我都有去過探訪 他們最大的一個障礙就是 需要有一個安全的地點去蓋房子 蓋學校 然後就是有一個心理輔導員 給他們一個安慰 因為小孩子面對恐懼的時候是一個很大的陰影 他們是不會那麼容易可以分散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適當的心理輔導也是很重要 在幾年前我知道你曾經和香港這些殘症的小朋友 一起去探訪山區 當中你有沒有什麼的預算 上次其實蠻開心 我帶小朋友去探訪的原因就是 實現他們一個夢想 他們的夢想就是坐飛機 然後上次那個地點就是文來 就是很感謝文來航空他們就是捐助那些小朋友 完成他們的夢想 上次去那時候呢就是他們很開心 然後當中發生很多不同的狀況 因為是天氣不好嘛 然後他們在還風還雨的時候 他們也是互相幫忙 看看有一個小孩子他沒有手 就是不方便 但是還是用身體去保護其他的同學 所以你看到他們是對自己的生活非常自信 然後也是有自己的一定肯定的能力 讓我們啟發到就是健全的人應該比 應該生活當中應該更加堅長 然後也是應該更加真實自己的能力 那個是我對我自己的得罩比較大一點 在跟小朋友相處的時候呢 有沒有被他們感動過呢 你自己有沒有哭過 他們就是很鬼靈驚 我沒有沒有哭 最開心的是他們跟我講一些俗語還有秘密 只是在上學的時候 他們才會自己一般人在聊 有一些安語這樣子 但是不方便在這裡講 所以剛剛我看到他們 遇到他們的時候 都跟他們講一下 真的很開心 千華小時候有沒有試過參加賣奇藏款的 我有試過我 因為我是念天主教的學校 所以是個星期六的時候去賣奇 那個時候了 因為我自己比較害羞 所以我不懂怎麼去請別人去賣奇 我只是想很急很急 就是在有限的時間去把我手上的東西 所有都賣完 然後我不管他是什麼人 我就先把那個奇貼在他們身上 他們也不好意思拒絕我就不想這樣子 當然現在長大不會那麼沒有禮貌 所以現在會很有禮貌 將一些同學們 就是跟他們先解釋這個活動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我相信有新的人會自動去捐助 對於今次台灣水災呢 千華有些什麼的感受 就是昨天我們在演藝界 就是參加了他們一個正在的活動 突如其來的天災 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背面 但是人間還是有情 我覺得大家出一份力 就是集合每一個人的力量 就是可以請就很多不同的 在水生活熱當中的人 所以在這裡也是 就是希望大家繼續去捐款 因為他們的重建工作 不只是一兩天的事情 而是一個很漫長的路 所以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 早前音樂會上年 Cima唱那首歌 令人聯想到你會結婚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歧視呢 其實我講一句話都會很得聯想 人就是充滿幻想 所以就由他們自己的創作自由吧 對 Thank you 謝謝